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裁員廣進 今天禮拜五了啦 下個禮拜一台股就要封關了 那你會發現到 其實這幾天的盤勢 幾乎指數都沒有什麼動 但是問題是 重點不是在這兩天 好 那到底是未來的盤勢 它有沒有機會再維持一個多頭 好 那這東西待會慢慢的 我們再來跟大家去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整個指數到現在為止 幾乎在平盤附近 小漲5點 快封關了嘛 所以這個地方 整個市場的買盤 它有縮手的現象 因為現在成交量是1057億 那我們預估到收盤呢 頂多到1300左右 今天整個量都縮了嘛 所以你會發現到 指數空間不大 好 就號在這裡 有沒有 好 那我記得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跟他講 整個台股在封關之前 照理說啦 它會形成一個 就是維持一個區間盤 它去做收 那現在指數大概12077嘛 所以我預計啦 禮拜一台股封關 大概就在1200附近 這地方去做收 那其實這也滿符合 封關前整個市場 買盤縮手的現象 但是整個台北股市走到這個時間 因為在今年一整年 它漲了2000多點 好 漲了2000多點 所以很多時候呢 投資朋友會來到這地方會想 去年一整年已經漲了2000多點了 那你台北股市這地方我進場 我會不會去買在高點 那這個盤到底開紅盤之後呢 台股新春開盤之後 有沒有機會它再往上攻 好 那各位 其實這東西 我們會在未來這一兩天的 新春特別節目裡面 我們會對盤市到時候 再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說明 因為到時候我會針對這一張 2020台股的多空關鍵 有六個重要的一個重點 到時候呢 我們再慢慢的 跟大家去做解說 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你新春特別節目 沒事的話你就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了 整個台股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最重要的 應該是操作的策略會在哪裡 什麼意思 其實說句實話 指數漲2000多點 2800多點 其實真的也是漲一段了 但問題是我認為這個盤的多頭 它不會讓你看到 怎麼搞的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這跟整個市場上面 它的資金面有關 那什麼叫資金面有關 如果說你對盤市比較不了解的 那尤其台股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研判它的行情 跟整個操作的策略到底在哪裡 好那各位 各位我歡迎你加入這個LINE 那你加入這個LINE是不用錢 但是我們的LINE都會提早跟你去分析未來的盤市 跟整個個股的操作 所以你今天看我們這個LINE 你是賺得到錢的 真的你賺得到錢 同時你想想看 台北股市到今天為止剩一天就要封關了 整個指數從11月份的盤整 到12月份的上攻 到今天為止已經來到1月份 1月份因為選舉的關係 你會發現到指數就上下了對不對 其實這個上下的走勢裡面 其實那個空間也沒有很大 好就是反正就是維持在這個區間對不對 所以台北股市你說你要去賺過年前的紅包 我老實說你這幾天也沒什麼好賺的 現在到今天為止收盤的成交量頂多1300 那禮拜一大概我看量還是會萎縮 所以你要去賺過年的紅包錢 我們早在11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幫各位去準備封關前的紅包 而且我們在這個LINE裡面 都有跟各位做解說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盤位怎麼去走 到底要去漲什麼股票 其實如果說你掌握不到個股的 我是建議你 有的時候你也不要去亂猜 比方說像最近這兩天 一個是美中第一階段協議簽署完 但是簽署的當天你會發現到市場在想 到時候川普又要開始對華為去制裁 所以這兩天你會發現怎麼搞的 台積電沒有動了對不對 他昨天召開法說 那法說看起來很好很棒 可是如果說你光從美國的ADR來看 前一天跌3%多了 那你當天召開法說之後 昨天就漲0.幾% 所以台積電會讓你看到 怎麼搞的就走區間 那當你台積電在走區間的時候 其實對台灣50而言 它的空間就不會太大 為什麼 因為你台積電它本身 佔台積的權重是24% 將近快25了 也就是說你台積1 4分之1的指數 全部都要看台積電的臉色 所以當台積電不搶的時候 你說指數要搶到哪裡去 沒有啦 現在就是走區間 但是問題是台北股市 看起來還佔上月線 會比較強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在拉金融 你看又是拉金融對不對 所以過年前都有這一段 所以今天金融的指數 在創近期新高 可是問題是 有些電子類股的走勢 在今天的走勢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 怎麼搞的都開始拉回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個股不要亂做 了解整個大盤的概念 然後了解整個市場的結構 你絕對賺得到錢 那要怎麼賺錢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那你想想看嘛 你過年之前你想要去賺紅包的 你不用等到一月份再來賺 因為我們今年的一月比較特殊 因為上個禮拜選舉嘛 選舉前買盤也縮手 選完之後呢 好不容易有拉抬 可是指數的空間呢 還是維持盤局啊 所以呢你要賺 你可以提早先賺 比方說 當初我們有跟貴講過亞光嘛 對不對 3019亞光 12月17號禮拜二的時候 我跟他講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進去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去看 12月16號我們進場點 在這裡 同樣你想想看 今天不是說漲上來之後 我再叫你去追啊 而是你看我們的LINE 你今天跟著做買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看我的LINE呢 好啦頂多你慢我一點嘛 你可以買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結果買完之後呢 有沒有大漲一段 有吧 是大漲一段嘛 對不對 那這一段的空間呢 最起碼兩層 最起碼超過兩層 所以呢 當你賺了這兩層之後 你想想看喔 亞光它是有價有量的股票 所以當時如果說 你用100萬的資金 你進場去買的 一個波段起來 最起碼 你就賺了20萬 我問你啦 過年之前你先賺個20萬 我是低檔有買拉高有賣嘛 所以你今天賺個20萬 我問你可不可以好好過你 但是我們反過來看啊 如果你過年前 在這個時間點 你去亂追的 比方說亞光 如果近期等到那個 12月下旬的時候啊 你再進場去買 你看喔 到現在為止 113.5 到今天呢 95塊 欸投資朋友 這樣下來多少 快20塊了 一張你就賠了2萬 你今天買個5張 到現在為止呢 結果呢 你現在在等解套 對不對 所以呢 整個台北股市 你要買的股票 你要怎麼去掌握輪動的個股 你要掌握這個位置去 所以呢 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講 我們要給你的操作 都是在低檔 而且這個低檔的模式呢 我們會依照 整個起漲的一個模式裡面 我們會引先 帶你進場去布局 好 舉個例子來說 除了啞光之外 你看喔 被動元件裡面 核生囊 12月24號 那時候在101.5 我帶你進場去買 好 注意看喔 12月24號在這裡 有沒有 同樣還在低檔的時候 準備供的時候 叫你買 買完之後呢 它供一段起來 這一段過程裡面 我們不用賣最高 我們就去掌握這一段 當你掌握這一段的時候呢 同時你想想看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最起碼漲了多少 18塊 比如說你買一張 快賺2萬塊嘛 所以呢 當你能夠先賺這一段之後 有買有賣 同時你想想看 到現在為止 是這樣子 今天開小高之後 又押回嘛 對不對 所以股價的操作模式 不是說每次漲上來 再叫你去追 我再舉個例子給大家看 你注意看 之前我們在 在今年整個行情 我認為我們的掌握度 應該說精準度 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不是那種 很會自誇的人 但是呢 我們對於這個盤怎麼做 我都會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提早跟大家做分析 同時你想想看 整個被動元件 真正的低擋在哪裡 8月份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去年8月份 8月8號父親節之前 台北股市 因為美中貿易戰打下來 當他打下來之後呢 可能很多人會很緊張 可是那時候我跟他講 這個盤你不用急 因為台北股市 那時候資金有沒有跑到日園去 你去看日園就知道 他沒有再做急升的話 我覺得這個盤他只是先走區間 那時候我們在Line裡面就跟他講 這個區間盤你要花點時間 你要給他一點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他等月線下來 他才能夠去站上月線 那依照整個時間點 你看我都跟你講 還有13個交易所以是落在哪裡 落在下旬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 整個台北股市 這一整年來 台北股市的走勢 他滿有趣的 前四個月 台北股市是攻擊波 前面四個月攻擊完之後 這四個月 這四個月台北股市 因為受到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所以四個月是盤整波 從九月到十二月 這另外四個月台北股市又是攻擊波 所以每一次的攻擊點 你能夠把它抓到 反正你會賺翻 我跟你講 當初跟你講說 在13個交易日 台北股市就要過月線 所以接近時間點在8月底 所以台北股市 從當時在8月底 9月初的時候 他開始過月線 一路攻擊 對不對 好 那你仔細看 一個盤要用什麼東西去攻 它的結構到底落在哪裡 這個東西我們都會在 賴裡面提早跟你做分析 賺不賺得到錢 你看啊 8月23號 那時候台股還沒有攻起來 我說8月底要攻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第一檔的方向在哪裡 在被動元件 有沒有 第一檔本一比低的方向 在被動元件 指數九月要走出多頭的方向 也在被動元件 你看這都是我們之前的賴 現在一路以來 每個時間點跟你做的分析 結果呢 當初跟你說的華興哥 在這裡 有沒有 結果一個波段起來 是不是開始攻了 沒錯吧 好 那你再仔細看 當華興哥長起來的時候 我們又 那時候我又跟各位講了 9月24號 那台股未來的輪動怎麼走 當你華興哥動起來 那時候我跟你講 矽金雲也要動 當華興哥動起來 矽金雲也動 這全子股動了 那這個一動起來呢 同性養小鬼的一些 低價股也要動了 所以呢 整個輪動的架構裡面 我們都提早 在LINE裡面 跟大家做過說明 可是現在的重點是在於說 因為你禮拜一啊 你台北股市就要結算 就要就封關了 那你台北股市呢 今天的指數到目前為止 只有漲7點 你跟我說老師今天沒有量 然後今天大概都在走震盪 很合理啊 對啊 這幾天盤都這樣 每年都這樣 可是我們在思考的模式是 現在重點不是這兩天 重點是 你新春開盤之後 你台北股市 未來的方向到底在哪裡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我們那個LINE H裡面 我已經把那個未來的方向 都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他有兩個族群 這兩個族群呢 其實未來不管這一年 未來這一年 你川普會不會跟伊朗有什麼狀況 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嘛 那你川普跟 中國的第二階段協議 到底會發生什麼情況 也沒有人知道嘛 很多東西是未知數 但問題是 不管你這些東西 他怎麼去發展 未來的全球股市 或未來的全球的經濟 他有兩個方向 那是不會變的 如果說你能夠掌握 這兩個方向的標的 提早去布局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 未來一整年你繼續賺 而且你都不用追 好不好 那到底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要怎麼去思考這個模式 這東西 待會我再來跟各位做解說 但問題是 如果你想要提早知道的 我還是建議你 這個LINE H絕對能夠幫得到你 因為我們都提早做分析 所以你還沒有加入LINE的 到時候這個LINE H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到時候我們盤中 會提早告訴你 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好不好 那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我們現在要怎麼去抓 未來的方向 方向在哪裡 那我們要怎麼去抓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好不好 待會回來 亞洲投股 招牌老品質好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營造獲利 三多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亞洲投股真心照顧 亞洲投股 招牌老品質好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營造獲利 三多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亞洲投股真心照顧 車怎麼開的 急噴噴喔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要會以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 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播 話 儀等就對了 好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台北股市其實指數 空間已經不大了 那禮拜一我覺得應該也是差不多這樣 那這幾天台北股市因為快封關了 所以慢慢的都是比較偏量縮 那你說個股表現嗎 老實講到目前為止 個股表現的走勢裡面來看 其實上漲的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量 要不然就是很低價很低價的個股 那我覺得這應該不是你在封關之前 要去操作的方向 那到底方向在哪裡 因為這兩天封關 現在你去思考的應該是未來 未來這個盤後面要怎麼動 其實如果說 你能夠去掌握這個方向的話 我覺得要說 你能夠掌握這樣的一個思考模式 其實你可以賺很多 我們舉例來講 光是整個12月份以來 當初我們跟各位講的動力 11月份我們開始佈局 結果漲了20幾% 融創 也是11月份盤在走震盪的時候 我們建議你去佈局 結果漲了也快兩成 有沒有 後面比方說12月初的達方 再來12月上旬之後的光學類股 中陽光 這是前面第一波的操作 第二波的操作 比較低價的金國光 那時候也差不多14% 亞光超過兩成 台陽也是一樣 從第一檔買起來之後14% 和聲堂剛剛你看到 大概快20塊 再來跟網通有關的 3450的聯軍 將近差不多有差不多 現在應該不只17% 這20幾% 也差不多兩成以上 好 那現在的重點是這些都過去了 那未來這一年我們要怎麼做 好 我跟大家說過 其實今天在我們的Light Edge裡面 我們現在開始為各位講解 整個台北股市新春之後 未來這一年的方向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掌握不到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Light Edge 加入Light不用錢 但是我可以提早幫你去分析這個盤勢 然後告訴你 什麼樣的個股 是未來要攻擊的方向 好 所以好好把握這個Light 因為我是說了 因為目前我們所得知的就是Light Edge 大概三月份開始 要對我們發Light的人收錢 那依照我的那種發Light方式 我覺得應該是滿可觀的 所以到時候以後三月份之後 Light Edge要怎麼經營到時候再說 但問題是在它還沒有收錢之前 我們能夠寫得多詳細 我會盡量寫詳細一點 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去解 我們的理論邏輯在哪裡 那個股的操作方向呢 到時候我們都會在Light裡面 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好 那重點來了 我們現在來講 後面的方向在哪裡 現在這個方向不是叫你去追 而是我們怎麼去掌握 另外一波低檔型的個股 能夠下去走一個波段 對啊 未來這一年 你現在很多個股已經漲上來了 在這段期間裡面 很多股要如果你後面再來追的 老實講啦 很多個股在這地方 或許還讓你看到高點 可是大部分的股票 已經看不到高點 而且都開始壓回 所以現在我們要怎麼樣去把資金 移到這個位置去 好 那各位 我們先來講第一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在哪裡 當目前為止 我的想法是這樣 5G的發展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趨勢 5G的商轉只是從今年就要開始對不對 好 那5G商轉的時候 其實很多應用上面 其實最主要的應該還是在手機上面 還是在手機上面 可是你現在所有你用的手機 那都不能用 你5G要換新的手機 好 你5G要換新的手機 所以我覺得今年開始5G商轉 它所帶動的換機潮 那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因為大家都要換 好 那如果你要用5G的 全部都要換 而且這趨勢不會只有一年 未來會延續好幾年 好 那你想想看 以前我們在用手機的時候 比方說那個案件還沒有網路 對不對 後來你變成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越發展 結果這個智慧型手機一發展起來 結果帶動了一檔股票飆翻天 哪一檔 又股王嘛 有沒有 大力光 自從智慧型手機之後 大力光的股價 那時候從300多塊500多塊 飆到多少 飆到6000多塊 那為什麼大力 智慧型手機發展起來之後 大力光股價會飆翻天 因為那時候鏡頭沒有很多 對不對 現在那個鏡頭 可能前面一個 後面有時候兩三個 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你5G發展出來之後 你會換機槽 那那個鏡頭不可能說 後面變成10個 不可能 那你現在整個光學類股 像大力光它只能在那個畫素上面 盡量去做提升 對不對 好 可是5G如果換機槽出來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能夠 像之前的光學類股一樣 那個鏡頭能夠變成一個兩個 變成三個五個 能夠這樣子把它增加 我要跟各位說 這就是方向 好 那這個方向呢 我們在那個Line Edge裡面 都有跟大家提示 好 那當你會說 老師好討厭喔 你怎麼不講呢 好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我今天在Line裡面 我有跟各位說過 其實如果說5G換機槽 能夠像那個 像那個當初的大力光一樣 如果說能夠從那個鏡頭 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三個 就這樣把它變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向應該是放在哪裡 放在PCB軟板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手機大概軟板 大概就差不多是八個十個最多了 那你5G換機槽一出來的時候 你未來的那個手機的軟板 它最起碼十五個十六個跑不掉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以鏡頭來看的話 你現在鏡頭就算5G換出來 你後面不可能十顆鏡頭嘛 不可能嘛 它只能在畫素上面去提升 所以呢 你現在 我們在在會員的操作模式裡面 我們在思考的是 什麼樣的股票它是有潛力 那這個潛力呢 又是在這個低檔的位置 然後呢 後面呢它是能夠收費的 是最有機會的 其實我們最近 我們的會員佈局有兩個方向 我今天先講一個 那這個呢 就是跟整個5G換機槽有關 然後呢 它又跟整個軟板這一塊是有關的 那相關的個股呢 其實 我都寫在LightX裡面啊 所以你現在抓不到方向的 你現在不知道後面該怎麼去操作的 我說我現在的思考不是這兩天盤 一個禮拜之前就告訴你 它就在拉高就在那邊走區間了 大概這樣就在1萬2附近做收嘛 然後漲到漲到哪裡去 漲不上去嘛 你說要跌也跌不下去 亮縮要怎麼跌 就耗在這裡 可是呢未來這一年 我們的方向會在哪裡 有沒有像之前的大力光這樣子 光學類股有這麼大的成長空間 所以你會發現到 整個光學類股喔 整個PCB的族群 在這一兩年喔 因為5G一發展出來 未來要發展出來 已經很多個股已經漲一段了嘛 有沒有 你看以前3037的新星 之前都不漲了喔 結果反而在這一年啊 已經飆了一大段 對不對 因為這是月線喔 你去看喔 是不是飆了 是不是飆了一大段 對吧 那現在呢 如果依照這個模式裡面來看 其實還有一個 還有一檔個股 應該不只一檔 大概兩檔左右 還有兩檔左右的那種PCB的個股 還沒有動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它的位置 也是在這個地方 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在新的一年 你想要再去賺它一個大波段了 有沒有 其實股票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今天能夠告訴你這個方向 股票我已經準備好了 但問題是你想要知道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我是這樣見你好不好 因為反正這兩天就要封關了嘛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預約屬年第一檔攻擊股 方向我準備好了 個股我準備好了 那只是等到新春開紅盤的時候呢 到時候它的買點到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不好 你打電話進來你要留電話 我們依照電話的順序 到時候呢我們再告訴你是哪一檔 怎麼買 所以呢我要讓你跟會員同步 所以你想要在新的一年 能夠讓它 在新的一年開始能夠先賺一段了 我建議你喔 第一個 你可以加入我們這個Line Edge 這個Line到時候都會跟你做解說 盤怎麼走 個股的操作怎麼做 第一檔的股票在哪裡 到時候我們在Line跟你說 好 但是如果說你在新的一年 能夠想要賺第一檔攻擊股的 歡迎你預約屬年第一檔攻擊股 我說過你打電話進來 把電話留住 然後呢 新春開盤之後呢 買點到 我們會讓你跟會員同步進場 到時候會告訴你哪一檔 然後呢 價位在哪裡 你就跟著做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呢想賺錢的 歡迎你把握這個機會 那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你 到時候打電話進來 那這兩天因為快封關了 那希望在封關之前 如果你手上的個股比較疑慮的 我想在禮拜一之前 能夠先幫你稍微調整一下 總是好事嘛 那當然歡迎你預約第一檔攻擊股 廣告之後打電話進來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拜拜 臺鼓直播室 亞洲投股 招牌老品質好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亞洲投股真心照顧 亞洲投股 亞洲投股 招牌老品質好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亞洲投股真心照顧 不足 既然最高的 既然最高的